众所周知,自从苏联解体之后,美国就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。 在多年发展过程中,有不少国家选择了和美国结盟,在美国的语意下发展,虽说,背靠大树的确好成梁,但是,这也注定了你永远只能活在大树之下,我们不难发现,这些投靠了美国的国家,虽说有了一定的发展,但也受到了美国的诸多限制。 在这期间,美国为了维护自己的霸主地位,也为了更好地控制这些国家,在这些地方建立了许多军事基地,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,已经遍布世界各地,这些军事基地的修建,极大的巩固了美国的霸主地位。 但是,对修建军事基地的国家来说,这并不是一件好事,毕竟,军事基地不仅仅是一两座建筑那么简单,而是会入住美军,装备美国的各类先进武器,这相当于在这个国家内部,放置了一颗定时炸弹,实时牵制着它。 但是,有些国家为了寻求美国的庇护,获得美国的帮助,依旧选择了同意美国在自己的国家修建军事基地,前段时间,美国的军事基地,又新添了三座,这三座军事基地所在的国家,与我们还有些渊源。 据了解,前段时间,阿根廷对外宣布,将同意美国在阿根廷修建三座军事基地,这三座军事基地分别位于阿根廷的内乌肯省,米西奥内斯省以及火地岛省,了解地理的朋友都知道,火山岛省可以说是离南极最近的地方,美国选择在此处建立军事基地,无疑是想要进一步控制南极。 我们都知道,随着科技的发展,人类前往南极已经不再是难题,而对南极的开发利用,也逐步被提上日程,美国在此时选择在阿根廷的火山岛省建立军事基地,很明显是在为日后做打算。 众所周知,其实在很多年前,阿根廷还是一个坚定的反美国家,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水火难容。 但在阿根廷新总统上任后,阿根廷对美国的态度急速转变,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。 其实,我国与阿根廷的关系也不错,在美国的经济干预下,阿根廷经济发展之缓,国内民众抗议不断,为了缓和国内矛盾,阿根廷选择向我国借钱。 据统计,阿根廷先后向我国借了212亿美元,折合人民币1445亿,就在6月份,我国还援助了阿根廷50亿美元。 不过,阿根廷明显是位不熟的白眼狼,不感谢我国借给他上千亿,转而扭头就投向美国怀抱,统一美国建立军事基地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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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